歡迎收看屈機小世界,我是Dr. Raymond 香港特首候選人李家超的YouTube帳號被Google停了 當然有很多人就說這是美國政府的打壓 但如果你看回李家超的Facebook 他的專業仍然都在運作 他在上面刊登了一個聲明 他就說YouTube停他的帳號是美國的所謂制裁 霸凌的行為 而且會令他更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是對的 我們國家外交部就在4月21日回應這件事 就說Google以遵守制裁為藉口 當美國政府干涉別國內政的政治工具是完全錯誤無理 對此我們堅決反對 香港的媒體普遍都認為 這次Google終止李家超的YouTube帳號 但是他的Facebook和Instagram反而就沒事 分別就在於YouTube有可能在李家超的視頻裏賣廣告 而之後就給他一些廣告費 但是Facebook和Instagram就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剁一樣不剁另外一樣 不過也有分析認為 這些公司純粹是因為面對美國的制裁 所以才要被迫這樣做 如果你看看美國那邊的評論 Hofstreet University即是霍夫斯大學 他們的國際法律專家古巨輪就說 其實李家超所面對的問題 只不過是因為Google不想揹起刑事責任 更加最擔心的不是給錢李家超 而是當李家超的視頻出了街 而Google在裡面或者YouTube在裡面 收到廣告費給自己的時候才出事 不是給錢李家超 所以才要剁他的帳戶 用這個角度去看 似乎跟Google在香港的情況 或者在香港我們看到的情況 有少少不同 今期我們就一齊來看看這件事 不只是李家超的制裁事件 而是美國其實一向對很多不同國家 這個制裁那個制裁 有伊朗有伊拉克有俄羅斯有敘利亞 有古巴有北韓 當然還有中國 那究竟這些種種的制裁 背後是什麼葫蘆買什麼藥呢 什麼玄機呢 他們搞什麼呢 今天星期一齊來看看制裁的背後 我們剛才就說說制裁 不過在我說制裁之前 我們先說一點點 我小時候是一個很頑皮的小蚊子 那當然啦 爸爸教呢 就當然是教到吐血那樣的 那當時時呢 我爸爸用了很多不同的手法的 當然不少得的就是扣令用錢 就是經濟制裁 不准出街 就是禁運 那又不准我買玩具 就是限制出入口 那當然我的豬仔錢鉗 當然是被他扣起了 不准打開來用 即是銀行戶口都沒有了 實行經濟封鎖 那當時時當然是很慘的 那但是小孩子 不要忘了 我的印象之中 其實我爸爸用這些所有的制裁措施 我都好像不記得是為什麽而制裁的 但是偏偏呢 我爸爸看到那些制裁措施 很多時候都沒有效的 所以他就決定 都是要出兵對付我 出動大沙雙力武器 那當然啦 當然是量出那條藤條 不過他有個辦法的 那個辦法就是 因為我小時候很頑皮的 一打到 尤其是丁斯隆呆過 那幾歲的時候 通屋跑的 那一通屋跑 基本上就好像那些拼田鼠那樣 那你想一下 他也挺廢氣力的 那要拼到那條小孩子 麻煩 所以他索性就 一於逼我到長角 怎樣做呢 很簡單的 就是趁你洗澡的時候 莫光柱一絲不掛 這個時候他奪門而入 然後量出大殺傷力武器 那我就面對洗澡工在我背後 實行背水一戰 哇慘烈了 打獲金的 那 逢是這樣的情況 我一定記得發生什麼事的 因為大鑊 所以 從我小時候 我已經很明瞭 制裁不是太有用的 起碼對我沒有用先 因為 我都不記得發生什麼事 但是 如果是出兵的話 就一定大劑的了 因為大殺傷力武器 一定會深深地留下傷痕 所以一定記得發生什麼事的 那為什麼我這樣講這個故事呢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今天的話 你試一下跟那個年輕人這樣 來出動大殺傷力武器 他不報警就有鬼 今天你根本就不可以用大殺傷力武器 來對付小朋友 你呀 連罵都要輕聲 那你想一下 時代其實真的變了 其實我剛才講的故事 某程度上就像一些制裁措施一樣 但是其實制裁措施 神早就已經有了 遠在希臘時代已經有制裁 不過直至二次大戰之後 才慢慢被普及使用 那麼當然 大家之所以用制裁 原因就是 既是風險低 又好像很方便 還可以收到效 所以大家在這個 越來越環球化的社會 都覺得制裁好像很得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橫觀一下 究竟美國這些制裁 對這些國家有沒有真正的用途呢 那麼你會發覺 可能你會有另類的想法 我們不妨看南非來做一個例子 南非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之前是有種族隔離政策的 換句話說白人還白人 黑人就還黑人 當時是1962年呢 聯合國大會就曾經試過 一起叫所有成員國 去對他進行 無論軍事 外交 以至經濟上 都進行封鎖 不過後果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了 南非盛產黃金啦 鑽石啦 還有很多很多的這些煤礦 那麼當時很多國家 沒錯 制裁所有其他東西 不過就是不制裁這些 後果呢 就是只是在那裡的黑人受苦 而當時的白人政府 就不受任何的影響 那麼所以 當他們面對另一次的制裁的時候 他們的索性 就將他們的對油的需求 慢慢改變成為對煤的需求 那麼搞一下呢 就是你本來是想著 是用制裁的方式去整他 誰知道 就令到他獨立了出來 另一個制裁都不是很成功的例子 就是伊拉克啦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一九九零年 伊拉克時任的總統 薩達姆 就入侵科威特 當時時 美國聯同一堆國家 就實施經濟制裁 那麼當然啦 大家就以為 這樣可以將他趕出科威特 後果就是 六個月過去 人家完全都不動 結果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就變成沙漠風暴的這件事 換句話說 美國結果都是要出兵 如果你要做那些 這麼大型的事情 其實的而且確 用制裁是不行的 就算在我們隔離的 朝鮮情況都一樣 其實早在一九五零年代的 韓戰時候 當時美國已經開始進行 這些制裁的了 不過大家想想 朝鮮一代一代一代的領導人 這樣更替 因為聖金的家族 到現在仍然是 銀納不倒 如果制裁真的這麼有用 為什麼他們還在呢 而事實上 在二千年的時候 時任的美國國務卿 奧爾布賴特 曾經訪問平壤 當時時 他就跟平壤政府說 不如這樣啊 我就給人道援助你 還有放寬一些制裁 希望他不要搞那麼多彈道導彈計劃 而當時時的朝鮮呢 就正值一個四年的饑荒 說的是死上百萬的人 但竟然這個談判也都不果 結果就是 北韓到今天變成一個 他說他有核武器啊 但是肯定他有的 就是長程導彈啊 諸如此類啊 高超音速導彈啊 這樣那樣 非來非去 政權繼續在這裏 那麼這個制裁又行不行呢 講得南非講得伊拉克 講得朝鮮或者北韓的話 又怎會不講伊朗呢 其實伊朗早在一九七九年 德克蘭人質事件的時候 已經是給美國 不肯做金運 不肯做這些制裁的了 一搞就四十年了 那麼說真的 到現在仍然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伊朗的政權也都沒有倒台啊 我們不是說他政權不倒台就代表他很好 而是如果純粹用金運 希望將政權搞垮 的確不是容易 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這些制裁 續續搞了四十年 去到二零一三年 德克蘭政府才同意和美國坐下談 直至搞了一個伊朗核計劃的協議 不過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2015年當特朗普上場的時候 他就砰一聲說不要這個計劃 覺得不好 要再談一個 然後又搞一千多個 不同大大小小種類的一些制裁 希望逼伊朗去再談一個更加好的計劃 那麼大家都知道了 伊朗走出了第一個核計劃 你要他走進去第二個 不難了 可能又要等四十年 所以這些制裁 要逼別人去簽一些東西 或者逼別人去做一些東西 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那麼你會問 講來講去 都好像是美國逼人做事的 如果全部人一起逼 某一個國家做事 又行不行呢 玩圍堵呢 事實上歷史上也有的 如果大家知道的 津巴布衛就經歷過一件這樣的事了 在1966年 當時時這個地方 還叫做羅德西亞 不是叫津巴布衛的 當時時的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 就對羅德西亞進行經濟封鎖 一封鎖就封了他們九成的所有出口 那麼當然了 民不聊生 因為九成的東西都出不了口 那麼大家想一下 既然那麼多個國家一起去封它 看法可以了吧 不過原來又是不行的 原因是當時時的羅德西亞 原來是全球三大出口落 那落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大家見到 譬如汽車面頭那些 另立立那些金屬 那些是落來的 原來羅德西亞是出口那些物質的 還要是全球三大 當時除了羅德西亞之外 就是前蘇聯 而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由於美國當時時 又要搞飛機 又要搞車 又要玩不鏽鋼 而落這一種物質呢 正正在這三樣東西裡面都需要的 所以美國就和其他一眾的西歐國家 就說 我們禁它九成的東西 不過是不禁這一樣 那麼到頭來就是 你想一下 當權的仍然繼續當權 結果到最後它都要演變成內戰 才變成今天的津巴步位 講到尾 所以要用這些制裁手段去另一個國家變天 或者要用制裁手段去另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改變 絕對不是容易 甚至乎可能是完全不行的事情 其實這個制裁的議題 在美國自己國內的政壇 都是引起很多矛盾 引起很多爭議 原因是 究竟美國政府 應不應該用這個制裁 去作為它部分的外交政策呢 其實如果你看到 美國在過去這幾十年 是越來越傾向用制裁去做外交政策 而當然了 美國本土政客很多都批評 甚至笑這種政策 其實是沒有用的 只不過是害人兼害己 而事實上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在二戰之後 冷戰時代這段時間 制裁這件事 在變成美國一樣 十分之手段拿來 經常都用的一個方法 他們做的方式 包括禁運 減資助 限制進出口 凍結別人的資產 嫁慣稅 取消別人的最惠國待遇 又或者是 召回大使 取消簽證 購信用額 減融資 減投資 減這樣減那樣 什麼都有 但是這麼流行 為什麼呢 究竟為什麼他們會用制裁來做這些事 而明知這件事又是不行 但是他們都照用呢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在螢光幕上面 或者在媒體上面 這種制裁行動 是十分之被人見到的 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做少許東西 就立即立竿見影 還要很便宜 你又不用出兵 什麼都不用做 只需要做的就是 找個外交部發言人 或者找個國務院發言人出來 說兩句 然後做少許東西 不斷在紙上做些行政功夫 你就已經好像做了很多東西 而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他們要利用他們美國媒體的網絡 大家都知道 美國很多新聞台都是全球都有網絡的 而這個網絡正正可以幫他們 很簡單地把一件事小事化大 全世界都看到 全世界都知道 這種情況 不但對美國方便快捷 而且更快他們出兵 更快他們飛彈 而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美國本土裡面 其實他們政客的質素都越來越下降 很多國民都只是面對一些 只講單一問題的政客 換句話說 他們不會再跟人民說 其實現在我們有一百件事在面前要解決 他們不會說的 他們只會說 解決中國 天下就太平了 解決俄羅斯 宇宙就安全了 他們用這種手法 去將所有的事 全部都是focus 全部都是指向某一個 他製造出來的所謂的壞人 或者一個歹角 而利用這個歹角 去團結他們本來已經是散修修的民眾 其實如果你看到的話 就算今天他們美國的國會 也不會太多人走出來 會抗衡這種做法 因為他們明白 他們要的是選票 他們要的是最好 就快點令到市民 覺得政府做了事 所以講到尾 這些制裁 其實是比出兵真的便宜很多 又方便 又可以立即在全球立竿見影 所以絕對是他們美國現在 新的外交選項 也是最流行的外交選項 而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講到尾 他們都是不願意付錢去投入戰爭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想投入 也沒有這樣的錢去再投入戰爭 更加周圍都拿著火頭 你投入得多少呢 但是說回頭 他們不是不知道這些制裁是沒有壞處的 其實如果你面對一件大事 或者你是有時間上很緊迫的話 制裁根本就是不行的 因為如果你要面對一些急事大事 例如你要人退兵 例如你要在短時間之內 令人回心轉移 或者改變初衷 玩制裁其實是很慢熱的 除非你出兵 但是他又不想出兵 如果你看回我們剛才所講的 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 當時用六個月的制裁 撒旦姆根本就不理他 結果又是要打仗 就算在美國樓下的卡斯特羅政府 搞了那麼多年了 制裁了那麼久了 結果卡斯特羅都是受中正寢 存衛 然後才走的 講到尾都是沒有倒台的政權 就算印度和巴基斯坦 美國經常叫他們 你兩個不要發展核武 他們兩個打來打去 被美國制裁也好 被美國怎樣搞也罷 都寧願要發展核武 因為他們兩個要死爭過 死搶過 那又有什麼用呢 不要說要用制裁來改變人 或者用制裁來改變戰爭的結果 甚至乎叫人交人 有時候都不行的 1998年 當時時泛美航空公司103客機 就發生了一件空難 矛頭直指兩個利比亞的特工 當時時的美國用了一大堆的制裁 希望令到利比亞交出這兩名特工 但結果一直都沒有交出來 結果去到98年才交出來 不過泛美航空公司 就因為被人高 在91年宣告破產 所以有時候這些制裁 根本就不可以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他的立竿見影只限於在報紙上面 或者在媒體上面 你看到他鋪天蓋地這樣的報導 但是真的要做到事 其實是做不到 相反 害到的就是美國自己的生意人 美國自己的農夫 美國自己的工人 不單止是這樣 單方面的這樣的制裁 其實也都越來越無用 今天的社會越來越環球 舉個例 你想制裁俄羅斯 不跟他買油嗎 沒事的 印度就跟他買 我們國家都可以跟他買 很多國家都願意買 也都有很多國家願意跟他簽約 用勞布來交易 或者人民幣 甚至是歐羅去交易 其實有很多方式都會繞過他 當有繞過的時候 那又會怎樣可以有效果呢 而最嚴重的就是 當你這個制裁 是需要動用其他國家 和你一起做事的時候 美國其實試得多了 他要制裁別人 他就叫他的所謂盟友 和他一起制裁 不理人家的死活 後果就是 無緣無故就會令到這些國家 變有反美的情緒 當然這些國家都不會走出來說 我們不喜歡美國的 因為美國多數會擁有唐而皇之的原因 去制裁人 但實際上就是這些國家 和美國的關係都越來越變得差 其實這樣搞法對美國 一些好處都沒有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做了這些制裁 其實是很難不做他的 舉個例子 現在他們說要制裁李家超 你想一下 他是不會唐而皇之 或者很高調地說 我們現在不再制裁他 那樣的 因為你不可能在一個媒體上面 這樣去把這件事解除去 而制裁正正就是 因為他要媒體效應 所以你擺得 用得 但就不能拿走 這種情況很麻煩 因為在美國國內的政壇 他們很多人都會覺得 放了下去就以後不拿出來 但說真的 他打算放下去做show 你說不能拿出來 那他怎樣交代呢 他又沒有辦法 可以修補和其他國家的關係 他又要拿彩 但是拿完彩 又不可以弄走一些東西 被人有條縫走 所以搞到美國在國際上面 和很多國家的關係都變得很僵 這些情況 令到美國十分難做 十分尷尬 久而久之 盟友都會覺得有條刺 你這樣搞的話 你搞到我 你知不知道 而很多時候 這些制裁 正如我剛才所說 要不就有個洞洞洞洞 就是封你九成 然後就有些東西留給你 如果不是 就要玩不了了之這樣 駁我們這些市民 沒有懷疑 不知道他原來已經沒有了那條例 靜靜地抽起一條例 其實是很噁心的 有時我在想 常常在說話說好中國故事 當美國在說制裁的時候 不如我們數回他一些不再制裁的東西 幫他大肆宣傳這樣說 其實他是不會說的那些東西 因為懷疑 因為噁心 他所以不敢說 亦都不可以告訴別人 原來他已經不繼續制裁了 所以這些位置 是令到他們國內很矛盾 制裁還是否制裁呢 制裁只不過是給別人看 看完就算了 但是他得到來的影響 有時真是很心軟 而有時這些制裁 甚至會有意想不到的反效果 舉個例 當美國和盟友 希望去制裁俄羅斯 不跟他買油的時候 油價便會升 本來俄羅斯想著 60元一桶我都可以頂得你的 但結果就是 現在變成150元一桶 即是說 只要他想到辦法收錢 他反而還收多了錢 你會說 哎呀很慘啊 俄羅斯諸如此類 你想清楚一點 伊朗也是這樣度過 古巴也是這樣度過 敘利亞也是這樣度過 北韓也是這樣度過 伊拉克也是這樣度過 其實沒有國家度不過 為什麼呢 如果你望一下普京 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之後 他已經立心 一定要將自己變成一個 自給自足的國家 其實每一個這些被制裁的國家 今天都變成自給自足的國家 是 他未必是可以好像美國這樣 升息犬馬 但起碼不會因為這樣而滅國 美國變相就將這些國家推成更加獨立 更加自主 所以有時候這些制裁 不但只是不能夠 如美國所願地制裁到對方 有時候反而是反過來 令到對方 或者令到那個被制裁的人士 或者國家 適應了一個新秩序 適應了一個新上規 大家不妨想一下 一八成一的美國人 不知道阿拉伯在哪裡 有三成四的美國人 不知道烏克蘭在哪裡 有25%的美國人 剛剛才能夠找到伊朗在哪裡 在地圖上 那你想一下 七成半都不知道他是在哪裡 而有一半的人口 說十八至二十四歲的有一半的人口 竟然連紐約在哪裡都不知道 你試試在香港街頭問 問人中環在哪裡 你知道嗎 你想一下 如果有人跟你說 中環在哪裡 我不是很知道 你是不是香港人來的 老老實實 竟然是這樣的情況 而在美國有接近六成的人 竟然不知道俄亥俄在哪裡 俄亥俄州就是在紐約過隔離 一格的那個州 不是吧 所以你會看到 當他們的地理常識是這樣的 當他們的一般知識是這樣的的時候 你試一下問他 你知不知道哪位是李家超先生 所以很明顯 他們這次是借李家超先生來過橋 問心那句 沒有得去美國 沒有戶口 沒有支票 沒有支付寶 要現金出量 小事啦 最重要是香港穩定的 對吧 所以我們不要理他想什麼 我們自己唱 我們自己的歌 我們首歌是這樣唱的 李家超 李家超 快快來選家超 下個星期再和大家屈基小世界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基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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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